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给你是个陷阱 然后你中招 然后你来求我 然后我就跟你拿这个条件交互 七十年 可是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挖这个坑 你那个条件我完全把揚你的 他就不知道 因为对他那个意识成员来说 对一个菩萨来说 你愿意去把不得呢 省得我马上就介意了 根本就不可能去拒绝 但他是以他的那个角度的话 就是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线被掉下来 怎么可能他会无缘无故让我这些子民 就是受难的这一部分移民呢 他是认为必须有个交换 就是他的意识里边就没有这一点 就是无事的这一点 做任何事情一定是你处于我失误 你给我处于我给你失误 没有人无缘无故给我失误的 他的心里就没这种意识 所以他就先做了那件事 然后其实给我造成很大的困难在内 但是问题是如果我过不去 他的子民是没办法移民的 就是他其实是害我是害了他 就是如果我过不了这个 他的东西我也帮不到他 现在是最后他自己也搞不定了 因为这个东西弄得我过不去 他也搞不定了 因为他太狠了 就是那个手坏的太厉害 把我的脉道手坏的太厉害 我说肯定你办了什么救兵你都搞不定 最后他也搞不定我也搞不定 谁也搞不定 情在那儿了嘛 情在那儿 我说你本来你就是为了这么一点事啊 你这件事你就算不说 你叫你手下的人说一下 也可能帮你办了 但是就是说这个事 我是肯定百分之百不会拒绝 但是你就能 我说你的脑袋就想不出这一点 我说这就是你跟佛菩萨区别 你永远认为我们会拒绝你 但是他是面子 还有一个就是面子 我是跟你交换的 不是我求你的 我是交换的 这不是我求你的 我是没求过人的 在法界里面传出去 我求人笑话呢 不是 是你求我 然后拿这个桥交换的 你说就这种主委呀 然后法律就搞不定 搞不定 在最后牺牲了一个人 牺牲了一个人 牺牲了一个 就是里面有很多一些周折 才最后才 有人牺牲了为这个事 然后才过去 然后他也 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但是真的是才是 在周折折了好半年 就是他搞的 很多很多原因 大家说这只是 其中的一个故事 就是你就能想象到 魔道是怎么办事的 就是那种魔王 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在人道成佛嘛 他就派人来诱惑 他是那时候 但是在财地境界里 那些魔女来诱惑的时候 也不是我们人力能开解的 他是情欲断境的时候出现 因为他属于我们在修道过程中的 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的魔啊 来打仗啊跟你债啊 还有魔女出现 他是你自己的情欲断境的时候 你承接的有些术语啊 他就开始以境界 就是一个修行人的内政境界 就是自己 因为你进入财产定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是法界 因为是无我的嘛 你就不是这个肉体嘛 你就是整个法界 整个法界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你 都是你的内政境界嘛 就像我刚才一个魔王 去交流啊 什么去搞定那些事 他都属于你的内政境界 就是说你过了 其实你 我坐在这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某个气脉转化 就是那 但是那个内政境界非常的 非常的 就是壮观 但也不是说大家都能看见 他不在这个维度 知道吗 有的是你进入了那个维度 然后有的是他进入了你的维度 就是故意找你嘛 找餐嘛 魔魔去哪啊 他 而且第一是他 他就是第一我面子 我不求人 呃 他要是说想求人的时候 一定找个借口 让你来求他 他给你交换 就是这样 我不求人 还有就是 他永远想不到有慈悲这件事 永远想不到人是有慈悲的 有人是有慈悲心的 他觉得永远是李沙瓦来 你永远是你给我处于我才给你是我 你不给我 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不会 天什么我给你分享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魔道人身上 知道了 没有奉向精神 没有奉献精神 没有慈悲心 这是魔道终身 永远不会有 只有佛道这边才有 你在那个维度的时候 你跟他较量的时候 觉得他很有实力 很厉害 而且因为在七十那一刻 你还是着相 就是有时候 你还着他的相 因为你跟他骑虎相当 你的震量 尽界跟他达到了 他有实力菩萨的境界 你跟他抗衡的时候 他的境界很厉害 跟你完全的能抗衡 但是当你一出这个维度 一旦破了这个光明和黑暗的分表 一从这一出去 就是一旦你有顶龙跟反顶龙这一块的时候 你知道魔界啊 就变成这么一点点 就是很小 然后你飞升而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会看到魔王在流你啊 就把那个 那境界里啊 你会看到魔王 魔子魔蜜 魔王说你啊 吓唬你啊 是你 你怎么能穿越我这个时空的 然后你已经 就是简直太渺小了 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那种力量 已经远远地超越 就是 就是这样子看的 就是觉得 因为他已经远远地在离你太远了 而且那种也是 它太渺小了 就像你突然离开了地球 地球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地球变这么小了 就是他的视力 魔力 所有的一切 在你这就化为梦怀泡影 就是灭了 魔气 魔魔到灭了 就是在你的心里没有 根本就不可能 你只要不找他像 杀他自己就解脱了 根本就是不找像啊 你找他的像 他跟你抗衡 你觉得 你放大了他的力量 任何东西就是 比如说 你喜欢一个人 你在意他的时候 你很在意他的时候 你放大了他 放大了他 你就 他就 其实这个人也不见得 我当然说 珍惜感情世界很美得来的 这个不是 但是有时候 我们一点点小事 你会发现啊 比如这个人说了你觉得啥 或者是 他 他没理你 或者是什么 有时候没接你电话等等 这一点小事 你在心中 放大放大放大 就变得能把你压死 喘不过气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着笑把它放大 但是你 你执着嘛 你 你经常在这个世界上 放大很多情绪 对烦恼 还有放大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 然后把自己压得传不过气 是因为执着 不是那件事真的能害了你 是你自己的执着害 包括初三戒 你看到那些境界也是 你从魔道的时候 你跟他抗痕的时候 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 你还是找黑暗想 因为 那个时候 在黑暗中 你永远看不清那个魔王 他那个 你还找黑暗一个光明的区别 就是那个时候在这里 过这一块的时候 你觉得很累 虽然你不觉得就是说 他能控制你 但是很疲惫 你知道 你跟他斗的时候 精力憔悴啊 因为你总觉得 这个家伙怎么这样子呢 就是精力憔悴 然后跟他抗衡 后来突然你就不着他笑了 就是慈悲心升起嘛 但不着笑的时候 一般慈悲心就升起了 某某也是人嘛 你就把他看得就跟人一样 你就跟其他道众生 就是一下平等了 某某也是众生 但平等的时候 你一下子不执着了 然后不管他怎么脚鞭 怎么揭 怎么说什么 你都觉得好笑好玩 然后你就就撬出去了 然后你慈悲心还没丢 爱还没丢 就是那样 然后你还 就是说你会觉得 他还住了你弟子里 最起码在心性的心正上 那种魔性啊 然后你不着笑 你翻过来 你会发现 我们每个人自己不是就有魔性 你才能找魔的像 然后你从那解脱的时候 你发现你自己身上的东西也挺紧的 也有 不是因为习气还有 魔性还会出来 但是困不住你 有时候一些愤怒啊 或者是一些 那都是魔的习气嘛 愤怒啊 怎么样 傲慢啊 我慢 就是有傲慢 就是很傲 很愤怒 那都是魔的习气 魔王的习气啊 但是你也会出来 但是他真的是像空的 我过来就像炸了个梨 我慢也在那 风龙也在那 但是很好玩 就他 但是你的心是 不会 不会跟这些东西连在一起 你感觉没有那些 其实这些都是 你知道修道修这些都是平时 你就点点点的绝招 吃饭绝招 睡觉绝招 做事绝招 绝招 每一个状态就出这修的 然后 劫持打打做看看劲 就慢慢慢慢就到了 哪有那么厉害 就是 其实你就是下不了决心嘛 每次 其实对人来讲 你们就是 所以道心难下 道心啊 其实始终到最后 你发现 你还是没有求道之心 那种 坚定的道心 没有 有坚定的道心 没有什么放不下 你一定会放下一些 因为你都是 还是障到的 让你不安的 七上八下的 你都会先清静了再说 嗯 他就是 所以修很久 很久 如果修了十年二十年 其实就算外 外边很多 有潮塞啊 很多有时候跟我聊 说我修十几年了 可能很 没收获啊 很多有些在微博上 他们会发说 啊修很多年了 也也没收获 有时候说走错路了什么 其实 也谈不上走错不走错吧 谈不上说找错师傅了 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有时候 重点还是要要 真的要查查其心 动念到底在做什么 要要问问自己 在这条路上 你未曾到放下过什么 放下过一点点自私没有 就是你要自己自我的自私的东西 一点都在都在那儿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 你就是 真的是不行 就是你 你别说是你修二十年 修一百年不行 告诉我 那不是老师的问题 不是说你跟谁的问题 跟哪个老师啊 哪个老师 还让你变得越来越自私了 就算是这个老师很差也不可能 让你变得越来自私吧 自私还是自己 在那儿的团柄 所以我能出现 那个老师 被深思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